大家好,又來到馬迷世界的環節 又是我西榮,跟大家聊聊天,喝酒就最開心 每次來到這個環節 除了因為拍完全日的影片之外 最開心是可以和大家喝一杯冰凍啤酒 不一定是啤酒,喝一杯冰凍啤酒 馬迷世界有很多環節 有時會說一些熱門不穩的馬 或者研究一隻馬 有時跑錯馬,甚至鬼上身 大家最喜歡聽 都可以說給大家聽 很值得,無論是否馬迷 我都很歡迎大家看這個節目 就算你伸手也不怕 因為球迷也有伸手 我都會經常伸手 不過伸手問馬會拿 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頻道 有才可以和大家說給大家聽 馬迷世界有什麼好東西 今次和大家探討一下 大家最喜歡的鬼上身 騎煉配搭有時會反映出來 當然未跑不知哪個是真的 但有時是感覺實有一個是真的 那種就會更容易 立刻帶大家看看 記得訂閱 四場四班一千 你看到炮子膽 炮子膽就是徐宇石的馬 大家知道 但其實我告訴大家 不關我和石哥熟事的 你想一下 徐宇石的倉裡面還有兩匹是跑四班一千米的馬 一匹叫令寶風 另一匹叫好甜橙 兩匹都剛剛在四班 而令寶風和好甜橙 甚至乎是懂得在三班贏 有能力的 其實布這場他更加贏遠大 那為什麼他都要繼續布炮子膽呢 因為一月十三和一月二十七這兩天 都還有四班菊草一千給他布 但問題就是 就算是 你三場都要分配好這三隻 抽什麼當你都要搏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他會被戰功夫認真些 騎的那個也會認真些 因為他知道這次不布 下個月也不會有 因為不是到他 所以 價格有求 所以這些馬 上次輸給過河勁駐 走了裡面不離地 可能黃俊騎功又不夠好 今次再粗幾隻馬 其實四歲後還會進步 你別覺得他是五班頭馬 莫雷欄騎翻 當然有他的原因 所以這些馬 大家可以留意 至於看同友友 更搞笑 同友友這隻馬 他本來想避開沙田 這兩隻連禮複象風良人 過了來菊草借周俊樂 又上次周俊樂 誰知借不到周俊樂 要騎白鵬聲 這些就是鬼上身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說過 記得訂閱這個節目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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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